让我来介绍一下滑雪这项运动 滑雪是一项在冬季进行的运动 通常在山上的雪地上进行 滑雪需要穿上特殊的衣服和装备 如滑雪板、滑雪帐、滑雪鞋等 滑雪需要很好的平衡和协调能力 因为你需要在雪地上保持平衡并控制速度和方向 对于学习障碍的学生来说 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和指导 例如一对一的教学 使用辅助工具或特别调整的训练计划 但是滑雪也可以是一项非常有趣和友谊的运动 可以提高身体协调和平衡能力 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 让我们一起享受滑雪的乐趣吧 当你穿上滑雪靴 握住滑雪杖 站上滑雪板 开始在白雪矮矮的山坡上滑行时 这感觉就像是在飞行一样 滑雪是一项有趣且刺激的运动 它可以让你在冬天的寒冷季节里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在滑雪中 你需要在陡峭的山坡上从上到下滑行 这需要你不断地调整你的重心和姿势 以掌握你的速度和方向 你可以滑行在各种不同的坡度和难度的山坡上 并学习各种不同的技巧 例如雪上滑行 转弯和刹车 滑雪是一项需要良好平衡感和协调性的运动 你需要学习如何控制你的身体 以及如何使用滑雪杖来稳定你的平衡 当你在滑雪中熟练起来时 你会感觉到自己在自然环境中自由自在的移动 并享受到冬季运动所带来的快乐和刺激 除了是一项有趣的运动 滑雪也是一种良好的运动方式 它可以增强你的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 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可以帮助你减轻压力 提高精神状态 因此 滑雪是一项适合大人和小孩的运动 可以带给你健康和快乐的生活方式 不应该带给你健康和长